行动党国会领袖林吉祥刚过的星期六在镇岭山宣布 自己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首选选区依然是镇岭山 除非有其他的策略考量因素 对此马华总会长纳都斯里廖仲来今天抨击林吉祥的说辞 模棱两可 显然林吉祥不敢斩钉截铁的表明自己将留守镇岭山 也令人民对林吉祥的说法存有质疑 格朗巴达的选民在寻找他因为他没有在地方上 跑到别人的选区指手画脚打击别人 所以首选还是留在格朗巴达 但是他还有其他的选择 等于说他随时还是会离开格朗巴达 另外也是交通部部长的纳都斯里廖仲来 今天到南北大道的万脑收费站 听取有关行驶超重测量仪的汇报 及巡视测试地点后表示 过去重型交通工具为了避免超载 必须到陆路交通局在全国的49个称重站测量再重量 如今我国引进了日本技术的行驶超重测量仪 让重型交通工具在行驶中便可称重 廖仲来说明 南北大道两个月前在万脑收费站设置了全国首个行驶超重测量仪 这个新仪器能够公平及准确地测量重型交通工具的再重量 而且这个仪器的维修费低并且自动化 仪器会将称重的数据传送到电脑系统 由系统确认是否超载 超载者将会受到陆路交通局开出的罚单 这个行驶超重测量的方式 同时能够避免官员贪污的情况发生 没有官员跟罗里司机的接触 这能够减少这方面一些罗里公司的控诉 JPJ的官员所谓的玩弄权利 廖仲来补充 这个新仪器目前还在测试阶段 一旦有了全盘执行计划 便会逐步在全国收费站和大道落实 NTV7红美玲采访报道 卫尼罗山的这个中 我们的 GPJ的官员